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而泣 老爸要往西要逮到长安去问罪了 有五个女儿跟在车面后面哇哇哇哭 义生气了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生子不生男 缓急无科使者 我生了这么多孩子 就没有生儿子 到了关键时刻 都是废物典型 没有用 于是他有一个女儿 他不是五个女儿吗 有一个女儿叫什么呢 这个女儿叫提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提迎旧妇 你看一下他干了什么 于是少女提迎 伤妇之言 他爸这样一说 深深的刺痛了女儿的自尊心 就要为妇请愿出头 乃随复兮一直到了长安 上书曰 妾妇为利 其中称起连品 今做法当行 妾 妾痛死者不可复生 而行者不可复续 虽欲改过自心 其路莫有 妾愿 入身为公毙 以赎妇 行罪 使得改行自心也 上文而敏其意 此罪祭除肉刑法 这是我刚才说的 为了缓和矛盾 在文景的时候 刑法也是很轻的 其实肉刑在文帝之后 明文废除 但是它还是有的 可是至少它不合法了 你要偷着来 你不能这个冠冕堂皇的这样去做 我们现在看一段这个史料 这个史料就是佐证 我刚才整个文景之志的这些东西的 是吧 但是在这则史料当中 我要说几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通过这则史料 大家首先看 少女提营 乃随复兮上书约 我现在就问你 凭什么 纯于义是个什么人 纯于义只不过是个利 你听我解释 中国古代 官是官 利是利 合起来 是一个综合的集团 官是什么人呢 官就是政府编制内的公务员 他是有品质的 利是什么人呢 利是受政府雇佣的刀笔利 文法利 也叫专业行政职业人员 所以官的地位比利要高 不理解不了利 利我给你提个醒 你还记得宋江吗 宋江就是文法利 他没有品质 但是县衙 大大小小的具体行政事务 县令是做不了的 必须要委托利去做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 已经社会地位极低的利 官 他起码 他是有品质的呀 尽管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 我给你换算一下 我们都说七品芝麻官 七品芝麻官 已经很小了 你一个县令县成最大最大 你到从五品 撑死了 这都顶天了 正常情况下 就是从六品 正七品 从七品 可是你如果是个利 就是你连一个芝麻官 都不如 你没有品质 未入流 孙悟空做的那个必马温 那就是利 他问他说 我这个官是不是大到没边了 为什么没有品 人家告诉他说 你这个官未入流 那就是利 是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 办事员而已 不在国家编制之内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利的女儿 他居然可以乃随复习 并且上书 这个制度不值得研究吗 如果提营有资格上书 那岂不是说在西汉初年 这种平民上书严实很正常 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了吧 然后再往后看 其中称其连品 其中是什么意思 其中就是家乡 就是淳于义带着一家老小 做官做利的那个地方 这叫其中 称其连品 这个连是什么 连就是连结 没有经济问题 这个平是什么 平在这我解释一下 平是宽厚的意思 它是宽厚的意思 那么什么叫平呢 就是原本你的这个罪行 应该判徒刑五年 但是判三年吧 这就叫平 今做法当刑 可是家乡的父老都说 我爸爸是很连平的 也就是说 在汉初的时候 至少在文警的时候 这种官吏的连评 可以作为一种考核标准 就是你既连 没有经济问题 且平比较宽厚 这是西汉初年 不同于秦制的一个东西 不同于秦朝这个东西 我告诉这位 秦朝的法 秦法极其苛报 商鞅这个人呢 当年在为秦国塑造 意识形态的时候 你知道史书上 怎么形容商鞅 说商鞅为人深刻 这个深刻和我们 今天的深刻不是一回事 就是他这个人呢 刻薄寡恩 铁面 不容情 而且 极其不尽人情 那是秦朝 崇尚的一种精神 可是 从 连评这两个字 你就能看出 西汉初年 在文警时期 他崇尚什么 女儿居然可以以赴 连评为自己的父亲 开罪 那也就是说 在西汉初年 是认可这种价值观的呀 妾 妾痛死者不可复生 如果你一旦把他杀了 他就没有再改过自信的机会了 如果你一旦把他弄残废了 他再也 变不成正常人了 虽欲改过自信 其路莫有 就算他想改过 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再往下看 说妾愿入身为 关闭 以赎复行罪 这恐怕不是一个女孩 拍脑袋想 之类的吧 这是一种当时的制度 就是你可以通过 交钱 赎罪 你也可以通过入身为关闭 赎罪 可以的 这是当时西汉的制度 明白吗 然后文帝居然还真的就见到了 这个奏章 见到这个折子之后很感动 就以此为由 开始从今年开始 在文帝四年这开始 逐渐 削减 并且废除 最终废除了肉刑 不再用这种残酷的刑法 去施加在 星图身上了 我告诉主委 我说了 你即将成为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 你要把你之前对历史的兴趣 逐渐上升为对历史的专业 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当初你能说这个故事 你不知道吗 中国 孵如皆知 提迎上书救赋吗 可是你现在 我这样说完 你就很能感觉到 什么是材料分析 材料分析怎么拿份 你看完这个故事 不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提迎真孝顺 真是个好姑娘 多好的女孩 那我告诉你 你不适合学历史 为啥呢 所有的历史在你面前 就都是历史故事 也不是政治制度 也不是经济发展 更不是思想文化 你更适合学文学 现在明白了吧 什么是专业史学 要一点一点去过渡啊 然后再往下 西汉初年 最大的几件事情当中 今天我们要解决一个 为日后的政治制度 思想文化 经济基础 要打好 打一点基础 我们看一下 西汉初年的诸货王问题 汉初的时候啊 刘邦只不过是 诸多反秦势力当中的一路 他那个时候 如果论综合实力的话 很长时间 落在项羽的下面 他不如项羽 但是 刘邦这个人 每战必败 可是越败越强 至于这当中的原因 我们不去追究了 这个东西 我们听故事都听意了 光百家讲坛 讲这个就讲多少 这不需要我讲了 然后 我们所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提醒一下诸位 汉初这些 有军队在手的实力派 他们跟刘邦之间 形成的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形成的是一种 权力分配的平衡 而不是日后 那种典型的军臣关系 那么那种典型的军臣关系 就是所谓 君让臣死 臣不能不死 父令子王子不能不亡 臣子跪在金街之下 山呼万岁 那种 我们在电视剧上看来的 纯粹的军臣关系 是什么时候在开始 那是起码到了北宋 在此之前 没有那样纯粹的军臣关系 汉初的时候 我告诉诸位 像韩信这样的人 像彭越这样的人 像英部这样的人 他是相当有势力的 你要么 有像刘邦这样的人 站出来 领衔 我们维持一种平衡 封你为诸货王 承认中央政府 我们不要再打仗了 要么我们就继续打下去 所以在汉初 实行什么呢 异性诸货王 行事 俊国并行 然后封了一系列 异性诸货王 为什么要说这个 很多人不理解 说刘邦你都把天下 打下来了 那你干嘛要封封异性诸货王 你不封不行吗 他是你的臣子 你让他死你就死 你不封不可以吗 你如果不封的话 不就不会给后世子孙 留这么多难题吗 让异性诸货王 一点点做大伟大不掉 你错了 我告诉你 刘邦如果不通过 分封异性诸货王 这个政策 这个国家 根本就不可能迅速 进入和平发展阶段 西汉政权也不可能 在公元前202年就建立 我帮大家想一个例子 朱元帐当年 陈有亮还在吧 张世成还在吧 我就问你 你要么和张世成 和陈有亮这样的人 达成妥协 如果你非要建立一个 高度中央集权的 就是你一个中央政府 说了算的 那你就必须要把张世成弄死 必须要把陈有亮弄死 那你就继续血战 继续流血 可是在西汉初年 我告诉你 刘邦他根本做不到 那怎么办 有天下大家一块做 是吧 韩信假模假式的 告诉 那个那个 活我干完了 是吧 地方我挡下来了 哎呀 是不是 你看看 我 我当个齐王怎么样 我 来个假齐王看看 假的啊 是吧 我就是意思意思 刘邦立刻拍板 假什么齐王 要做就做真齐王 立刻疯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种权力平衡吗 结果导致 为了迅速建立政权 为了迅速进入和平发展阶段 异性诸侯王 林立 这个问题一直等到刘邦死去 没能解决 为什么 时机不成熟 你就算巧立明目 剪除异性诸侯王 他总要有一个过程啊 这个过程基本上是谁完成的 具体的思路 是刘邦当年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不怕好的 但是具体实施 吕后做了很多 吕后就是刘邦 在前邸 未遇之时 娶了那个妻子 他是谁呢 刘邦当年在佩县 他不是做庭长吗 他做庭长 当时佩县的令 就是佩县县委书记 兼县长 有一个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叫吕公 吕公为了避祸 在外乡得罪人了 然后在这个 彭县得罪人了 然后跑到佩县去 投靠他的好朋友 佩县的县委书记 刘邦作为庭长 跑去参加两家人的宴会 在宴会上 老吕头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女婿 一看 哇塞 这个小伙子厉害 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 不是 一看你就不是个一般人 是吧 然后老吕头就把自己的女儿就嫁给了刘邦 就是后来的吕后 他叫吕志 他叫吕志 这个志是什么意思啊 志是野鸡 志是野鸡 这个大家不要奇怪啊 我解释一下 那个时候的野鸡 是具备美德的象征 跟我们今天这个野鸡 不可同日而语啊 它不是一回事 是吧 那个时候野鸡是 很美好的一种东西 很美好的 那么刘邦在打下天下之后 剪除一行诸侯王 是迟早要剪除的 虽然他自己没有完成 但是都是由吕后来完成的 韩信也好 彭越也好 英步也好 这些异性诸侯王 一个一个剪除 可是剪除了异性诸侯王之后 又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权力真空 你拿什么来填补 就是 剪除异性诸侯王 谁来帮你做 谁来帮你做啊 刘姓宗亲 这就是在汉初 改封异性诸侯王 剪除异性诸侯王 而代以同姓诸侯 你如果一次彻彻底底的 要一步并做两步走 彻底实现中央集权 就应了葛优的那句台词 步子迈之 迈得太大 容易扯得淡 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你肯定作死 而且死得不轻 怎么办呢 那你说一性诸侯王 剪除了同姓诸侯王 难道就不会伟大不掉吗 难道他就不会威胁中央吗 当然威胁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你知道这个同姓诸侯王 伟大了之后 大不掉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写一个数字 都吓死 全天下60军 西汉中央政府自领15军 严格上说还不到 14军吧 15军 你 那我问你 这皇上到底谁党 你还达不到诸侯领军的一半啊 还是军国并行 军国并行是什么 军国并行是军国是贫瘠的 在行政上 多可怕 就这么可怕 那怎么办呢 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你只有慢慢来 等到吕后也不在了 只有寄希望与后世子孙了 所以一代人 有一代人能做的事情 你不能急 等到景帝的时候 公元前174年 景帝的时候啊 刘恒啊 有一个 他坐下 有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 一个大才子 他就是贾瘾 贾长沙 我们王博 滕王 革旭 说 这个贾瘾啊 这个冯唐一老 李广南风啊 就是在感慨贾瘾啊 当初贾瘾在位 汉文帝想办法解决 同性诸侯王问题的时候 上了一篇册表 一篇册论 这个册表叫治安册 在这儿我提醒诸位要注意 你还记得我的那个海绵体 八角章鱼的理论吗 刚才我们不是刚刚看了一段史料吗 我告诉诸位 这个治安册 你一定要赎 最好烂赎于胸 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 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在治安册当中 贾瘾就说 说陛下 你不要看我们好像是轰轰烈烈的一个 这个这个中央政权 其实我告诉你 说我们现在的政权 国家 就是一个架在柴堆上的 一个尴尬处境 只需要一个火星 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其中最让文帝不能放心的 也是贾瘾作为臣子 担惊截律的 就是同性诸侯王 一天一天在做的 那么贾瘾在针对同性诸侯王这个问题 他想出了办法没有呢 他想出办法了 什么办法呢 概括成一句话 叫重见诸侯 以绍其力 怎么办呢 你当初 为了减除同性诸侯 消弥权力真空 削除异性诸侯 削之以同性诸侯 现在同性诸侯又做大 威胁中央 那怎么办呢 你就重见诸侯 你不能削 你一削 他就反 怎么办呢 你只有顺势而行 你就继续封 刘姓宗亲多了去了 皇族还缺女人吗 生育能力是相当可怕的 生一个你就封一个 生一个你就封一个 重见诸侯而少其力 这个少是个动词 全天下权力的蛋糕 就这么大 全天下的版图 就这么大 你封的越多诸侯王 单个诸侯王的力量 就越薄弱 你才有机可乘 可是中央政府呢 中央政府你不要看 他就自领事务去 可是你要想好啊 你的皇位 只有一个人能继承啊 所以此消彼长 你维持现有的实力 可是诸侯的实力 在一点一点被你稀释 慢慢的 就有机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是 文帝死之前 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甲夷英年造势 他们军臣二人 没能看到 胜利的那天 要注意 继续 你只能做整个问题